处长好 这10寸要开模之前 最后确认的一个外观 那么我们再确认一次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来 就决定要去Mockup的 要去做摩 做摄像 那么颜色部分 我现在是为了让它看起来清楚 上面的部分呢 就是一层 那么麦克风在这边 这几个圆洞我们不要管 到时候这只是它画里面 我现在上面会看得到 到时候这几个都是 除了这边有一个紧急的 我们到时候要印刷的稿 会先给你看 然后这是喇叭孔 这个地方是喇叭孔 整个正面看起来是黑色的这样 看侧面的话 侧面的话大概是这样 那一买盒的部分呢 已经有照交代 就是四边都有留 那个可以破孔的半段孔 四边都有留 万一它要上下左右 那背面的这些是 就是要上边 上边的帮 上边的帮 因为他们这个 他们都要上边的帮 上边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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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个部分呢 现在紫色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背铁 我们的背铁 这样 这是我们的背铁 那么 不给我跑 不给我跑 真是的 我们再拉回来了 好 那目前这样呢 我们就先从那个 一买盒 我们把一买盒 先隐藏起来 我们一买盒 隐藏起来以后呢 看起来是这样 好 我现在再把这个固定帖 把它隐藏起来 好了 又跑到这边来干什么 好 然后呢 好 这个 我刚刚隐藏到了什么呢 好 这个是下盖 那 这整个 这一个是下盖 OK 下盖就是这样 我们下盖也把它隐藏起来 好 那 整个背面 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 哈 正面这样 背面是这样 那这边呢 是PC版 这个是 液晶荧幕 好 这个 OK 然后这一块呢 这一块呢 这一块呢 是 背铁 是我们有一个支撑铁 这一块是一个支撑铁 好 好 那它上面因为有 有我们PC版 遮起来 我们PC版把它 先隐藏起来 好 好 PC版隐藏起来的话 好 这整片就是 好 就是我们 做海里面 还做一个支撑 因为 这样的话 可能强度会不够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 那看一下 有没有 什么看法 反正现在 Mockup之前 最后一次看 好 那如果说可以呢 我们就 这样下去 Mockup一下了 OK